新鮮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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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小熊 今天要來開箱 這是我新買的假車 的手機架 這是他的 手機的套子 好這是 500多這隻是500多不便宜 那這是我的手機 現在也是用手機錄的 不過這是我的備用手機 我是用ZFORM 5錄的 這隻是Z2A Sony Z2A 好那這個等一下再裝在腳踏車上面 這個 他有兩種一種是可以裝手把 那另外一個是可以裝龍頭 就是那個 前叉的那個最上面的那個 不會醒了 好沒關係 那他這一個是 五六吋都可以裝的 好 因為我現在腳踏車上面 也有裝手機架 不過他是用夾式的 就是手機他可以夾在旁邊 那因為他 沒有防水 就是說他下來可能就 手機會淋濕 所以我其實是用 用這種套子的感覺會比較 保護的比較周全一點 後面呢感覺像是一個夾子可以直接 勾在褲子旁邊 或是勾在 勾在口袋裡面 那這邊 還有個小盒子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他只是一個造型 抽出來 反而這樣可以開 那裡面單純買這個 手機這個套子他也有 附一個 就是可以鎖在龍頭上面 不是鎖在龍頭 鎖在那個握把上面 的 這樣也可以卡 那基本上 想要有防水 功能 又不是 iPhone Apple系列的 可以買這個 手機套子就好了 然後 因為他有附這個 我不知道iPhone的 他有沒有附像這個 這個這個 可以 鎖在握把上面的一個 座 像這個手機套 然後 他就有附 那因為 我想要利用一些空間 那 我就想說用這一種 就是 夾車的那個 手機架 然後直接 鎖在像這種 龍頭這邊 就可以 省 就可以在握把旁邊 省一些空間 起來做其他用途 也不喜歡亂亂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按鈕 然後你按一下 他就可以 拆卸起來 這樣子 這是裡面附的 然後這是用 魔鬼毡 黑色的部分 是用魔鬼毡 蓋起來 然後裡面就是 有點像 他這個折起來 有點像是那個 水桶 水桶的那種飛包 然後這邊有一個 夾鏈帶 這個夾鏈帶感覺還蠻厚的 我把裡面的那個 假的手機拿出來 裡面還有一份說明書 有中文 有中文 在這裡 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叫怎麼使用 然後他這邊有打叉 我看一下是什麼意思 什麼 Smartphone 這個 這個 DRY 你 不會念 不建議安裝在 車 手把 上 手機 手機重量可能會造成 固定做送托 造成手機損毀 所以他也不建議 安裝在我 提到的這裡 他也是建議安裝在龍頭這邊 只不過這個車架 他可以按 他可以直接鎖在這個龍頭的這個上面 然後他附的這個 依照他的說明 他是建議鎖在 那個 車龍頭中間 他可能是怕我們鎖在這個 手把上面他會這樣子轉動 或是鬆脫 因為畢竟有些手機可能到 6吋 像我這隻好像是5吋的 好 然後把手機裝進去看看 他黑色跟透明好像是分開 分開 然後做這個處理 讓它黏合在一起 然後他下面有做一個 這個光線 光線 因為看不太出來有沒有 他有做一個這個 不曉得是我們可以挖洞還是幹嘛 因為有一些他的充電 好像都在底部 像我現在錄影的這一台 這一台 這一台 手機 這是Asus的Z-Fone 5 那他的充電就在底部 但是像我Sony 這隻Z2A 他充電在左邊這裡 Micro USB 就曉得 他的用這個 底部這個用地是什麼 因為真的剪的話他就沒有防水功能 然後把手機放進去 還沒辦法放滿 因為是比較小隻一點 然後就把上面這個 防水的 五分 密封袋 壓起來 然後遮起來 然後最後魔鬼斬 黏塔 感覺還不錯 不曉得可不可以洗喔 應該是不能 好 感覺還不爛 觸控也蠻靈敏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它裝到 腳踏車上面 來看一下效果怎麼樣 好那這是我最近 比較常用的手機座 那這個手機座呢 我覺得他做的有點 就是用功用功的 就是品質不算最好的 應該是大爐座的關係 那他就是 手機放進去之後就是這樣加緊 那你要送脫的時候呢 就這邊外面打開 他就送脫了 所以通常我的手機就是 直接這樣子插進去 然後Sony這隻手機他剛好 這個電源鍵跟 這個音量鍵都有一個小控格 那剛好這邊有一個洞 所以他就剛好是可以略過 不過在加緊的時候還是會稍微壓到 好這樣 那通常我是怕他這個 那個 不知道什麼都會鬆脫嘛 所以我會再把一個那個 就是類似 吊帶的方式勾住 以免手機噴了 還可以這樣子吊住 這樣 那因為用這款手機做的就是沒有防水 而且我覺得 它對龍頭這邊感覺有點歪歪的 看起來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打算把它換掉 然後中間有一顆螺絲 這樣鬆開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底座 好 那它除了可以這樣子鎖之外 它也可以這樣子鎖 也可以這樣子鎖 因為它就是可以讓你選擇 這邊也有四個洞 所以你可以選擇不同方向 那鎖緊的時候它就不會這樣子 隨便的轉向 那剛剛提到後面有兩顆紅色的那個 鬆開的那個開關 那一打開它就鬆開了 然後你會發現它左右的 衝開的距離不一樣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就是做的一個東西 用功用功啦 就可能機構的部分沒有設計好還是這樣 就把它換掉 然後它的那個做的鎖的方式 是用這一種 樹鋼 然後用這個螺絲慢慢的把它這個 往外推往外推然後讓它鎖緊 它的原理就是這樣 插進去 然後這一個螺絲 就是把它鎖緊 然後刷底了之後再繼續鎖 那個就會 樹袋就會慢慢的飛往外推 這樣 這樣這方式鎖緊 那今天我要換的像是這種龍頭的 那它就是可以鎖在這邊 而且那個傾斜角度你可以自己調 甚至你可以鎖成這樣 或鎖成這樣 不過鎖成這樣是比較奇怪 鎖成這樣也比較奇怪 然後這樣可能會影響到 在換檔的時候 所以正常應該是鎖這樣 那我現在把這個拆一下 然後它就是用那個 六角的螺絲氣質 才有辦法拆 好那我現在我有這種 多合一的 那它是 它這種的尺寸應該是 H5的 5 mini的 好 對 H5的 那你把它鬆開 你也是在把它鬆開 好就這樣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來鎖這個 手機架 然後我們把這個拆開 因為我們要鎖在龍頭 假設你的腳踏車沒有像這種龍頭的 或許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用它這個 直接鎖在手把上面 然後因為我要鎖在龍頭 所以我要把它鬆開 像這樣 就拆開了 然後它底部有一個橡膠圈 這可能是避免在拆的時候 它可能 如果沒這橡膠圈 下面這一盤 這個金屬就直接掉地上 可能就會掉漆 就可能避免它滑落 那注意不要把這個上角圈弄丟 那這樣就可以給一個拆開 然後我們來換它 附的另外一支螺絲 那另外一支螺絲就是有 比較長一點 那就先穿過我們的手機架 再穿過下面這個下盤 然後把我們的橡膠圈套進去 好 那這時候就可以鎖在我們的 那個 夾車上面 大致上先鎖一下 然後表完全固定 因為我們要調整一下它的角度 像它這個可以 有一些傾角的這個部分 這功能 假設你今天鎖緊了 它就沒辦法再調整 所以就是 避免你可能手機 稍微晃動 它就可能往上翻 然後因為我的這個龍頭 我的這個龍頭是可以調整的 我不是指這個 我說我本身這個龍頭可以調整 然後它上面會稍微卡到這個 黑色這個 就是可以把手機拿起來這個 卡準 那沒關係因為 我這樣一個手機 手機 那個包本身 它也可以 有另外一個方向 按下去也可以脫離 所以這個完全卡到是沒有關係的 那就確定一下有 置中 就是有對陣的話 我就把它鎖好 所以其實換它這個手機架起來 還能怎麼辦 把它鎖緊 那它就不會再動 它就不會再動 當然我在影片最剛開始也有提到 假設你覺得這樣子 就是你想要換一下角度 像是這樣 這樣子其實也可以 它就是手機包 然後就這樣插進去 這樣也可以 你也可以轉向 不過這樣就很K啦 因為你這邊也要變速 你看它就稍微卡住 好 假設如果你是iPhone4 比較小隻一點的啦 之類的 4吋的可能可以 不過這樣是 對我的手機來講 是有點卡卡的 那當然你可以轉成這樣子 然後手機 本來是要這樣放嘛 它就反過來放 它可以從下面這樣插上去 這樣 不過還是覺得這樣子很奇怪 那我就用這樣 那因為我現在的傾角最低就是到這樣子 因為再低就是被我龍頭卡住 那假設你的龍頭是一體成型的那一種 它可能是水平的 那水平的就不會有被擋住的困難 那因為我身高不夠高嘛 所以我通常都會把這個往上提一些 這樣 還有大雙確定有鎖緊 如果你今天這個螺絲它是不鏽鋼 這款不鏽鋼不會被磁鐵吸 它可能外面是用度的 因為感覺還是有點吸力 不然像這個它可能 你看它吸的很緊 然後這個就是一點點吸力而已 所以可能外面才有鍍鉀金屬 比較不容易被雨水的侵蝕 那最後蓋上我這個防禦的小蓋子 再來就是我們的手機帶 對 那我剛剛提到它後面它有一個卡準 那你除了按這個可以鬆脫之外 你也可以按這個 那因為我現在這個卡準 我剛剛有提到 被我龍頭卡住了 它沒辦法按 所以我可以反向按這個 好來把它拿起來 像這樣卡住了 我再從後面按那個手機 按那個手機 帶本身的卡準 我一樣可以抽起來 這樣子 這就還蠻方便的 它基本上才可以轉向 這樣子 然後它也不會卡到 它如果你要看地圖 這樣子橫向看得比較舒服 那也可以橫向 那轉左邊也可以 很方便的 不過它只能轉180度 沒辦法轉 就是左右各90度 總共180度這樣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 這類的產品可以去找找 這個就是TOP-EAK 因為我在買東西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看一下 它的東西有沒有人分享 那我發現其實沒有人分享 這一款的影片 那我就錄製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比較喜歡看一些商品的 就是比較細部的地方 因為細部的地方 一般人就是不太會去分享 很少 或者說這一款產品它不熱銷 不過我是覺得蠻有用的 這款產品 而且它是鋁合金的 感覺很堅固 那就分享到這邊